大家好,我們是香港浸訊會聯會小學 關心老友記小隊 我們的作品名稱是 老友記得呀,智能藥商 隨著香港人肯老化,人均宿命都有延長 很多長者會因為有健康問題 需要長期服食藥物 很多長者是獨居長者 或者沒有家人陪的 他們亦都很容易患上認知障礙或者機力衰退 所以我們研發了一個可以提醒老友記 食藥的智能藥商,老友記得呀! 我們主要的幫助對象是 幫助長者、慢性病患者 和其他需要長期服藥的人士 降低重複用藥、忘記用藥 藥物過量等等的風險 我們做這個作品的時候所需要的材料 包括有Vax IQ機械人的套件 有一些感應器、摩打等等的東西 用家可以先放入藥物在藥商儲存館 然後按兩次剔好 啟動藥商和運行程式 按輕忠式碰氣 選擇每幾個小時吃一次藥 4個小時、6個小時、8個小時、12個小時 還是24個小時? 我們現在先試試4個小時吧 智能藥商可以按照指定時間輸出藥物 並會一直發出聲響 和LED燈由綠燈轉為閃燈 來提醒我記得吃藥 好 成本方面 參照網上價格 主要零件的價錢 鼓算制 每個智能藥商總成本大概100元 兩大多數市民都可以負擔得起 我們這部腦又記得 經過一些同學的市場大多數滿意 都發現了很多果然的地方 我們 首先我們可以遵視傳播藥物的管道 我們可以提供不同的文字 可以增加遙控模式 還有可以按下鍵就出藥 和傳藥 增設程式管制 增加開山關 和連隻藍牙手帶 這個是裝飾員的模樣 還會 teleaz 開山關 開山